這個時候啊 這個甘露 增益下降 到丹田有三十六回 因為你進到極點了 就叫做陰 陰已經到了極點的時候 一陽來附 就是佛會生起來 那麼在道家講 這是很自然的 密教的所謂的憤怒佛 是我們本身密教要修行寄生成佛 不用自然的方法 而是用憤怒佛直接把它點燃 這是密教著佛的產生 跟道家的不一樣 道教他是認為我自然佛就生 自然水就降 為什麼水會降 是因為我身心清淨 水就降 身心清淨 靜到極點 陰靜揚升 佛就生起來 禪宗也也是這個講法 那麼我們道家也是這個講法 那麼密教是修憤怒佛 就是土製帕摩 是不太一樣的 是讓他強迫他佛生出來 這是密教的方法 密教強迫佛生起來 就是道家的易揚來佛 這個時候就要產藥了 稱為產藥 這個時候當田如湯 你的當田就像很多的湯水 那甘露如蜜 那下降的甘露 就好像這蜂蜜一樣 再來呢 產藥完了就是得藥 你得到佛的藥跟水的藥 就是得藥 就是得藥 你佛水能夠下降 佛能夠上升 就是叫做得藥 得藥的時候啊 這是甘露三十六回的吐納 固守此丹 既是得藥 你能夠用 讓佛生起來 水下降 凌結在丹田 丹田有三 上丹田 中丹田 下丹田 凌結在丹田 就成為得藥 得藥以後呢 就是進佛 進佛是什麼啊 就是 你用你的風啊 用你呼吸的風 去吹那個佛 吹那個好像是說佛 讓佛跟水互相去練 去練丹 這叫做丹丁法 我們稱為丹丁法 所謂道家的丹丁法 更密教的丹丁 更密教本身的所謂這個 這個 菩提心焉一下降 中邁 那佐火上升 凝結在中丹田 然後打開心輪 明心見信 是有點想像的地方 但是他這裡的講法 進佛啊 是運轉水火 以內火來練甘露 令甘露化成氣 上這個脊椎關 直透液成關 運上昆仁頂 近佛是溫度在練氣 道家的這個精神叫精氣神 那麼這個水也是荷蒙 精本身來講就是荷蒙 這個精是代表前身的水 而不是專屬這個人道方面的那一種精 全身的水都稱為 能夠分泌出來的水 都叫做荷蒙 荷蒙又叫做甘露 那麼你能夠以你的佐火來燒這個水 就是練精化氣 練氣化神 練神喊息 道家是用這個辦法 練精 就是練所有全身的水 化變成氣 你怎麼練成氣呢 就是進佛 然後進佛的時候啊 讓甘露 所有的甘露變成氣 上從脊椎骨這邊上去 從脊椎骨一層一層的上 直透一層關 到了頂上 到了頂 硬上昆仑頂 進佛是用溫度 用你的溫度來練氣 這是道家的方法 當然其中有很多的果節 我只能夠跟大家講這個 再來呢 很簡單的 跟大家講一下 一個叫做亨念 跟密教一樣的 有所謂溫火跟無火 溫火 就稱為這個火 是屬於 溫跟武 我們知道的 好像我們學中醫的 就曉得 這是溫補 還是熱補 溫熱還是涼補 涼補 溫補就叫做溫火 溫補就叫做無火 密教裡面 當你平時的時候 都是用溫火 在吹氣溫火 來修左火 等到緊急的時候 之後啊 左火要來亨這個 甘露水的時候啊 必須用無火 所以溫無火 就叫做火喉 叫火喉 叫做亨念 就是由濟火到亨念 佛呢 有溫火跟無火 溫火啦 只是一點點溫度 無火是很猛烈的佛 以烈火 將濁金 什麼叫濁金啊 因為你的甘露 不一定是完全清淨的 必須要污濁的 跟世神 跟一些遊魂 跟鬼魄 跟妄念 一起把它煉化 剩下了金丹 這個才是純的 純的金丹 所以要問無火 尋出了 這個才是 用無火來燒掉所有不好的 叫我們護魔喔 護魔的時候 就是燒掉你所有的煩惱 烧掉你所有的妄念 烧掉你所有的障碍 烧掉你所有不好的习气 变成纯的佛 这时候纯佛产生的就是金丹 这就是丹顶书 文武佛的念法就是佛火 佛火有很多的口诀 就叫它亨念 亨念完了就叫做瘟氧 你已经结成那个丹了 你就开始这个不能辣 鸡啊 那个母鸡啊 在鸡蛋上面趴着 用它身体的热度 渐渐的把这个气啊 给那个那些蛋 那些蛋慢慢成长 每天鼓在那里 接受到这个母鸡的 在趴在上面的温度 慢慢的成型 到最后竹壳变成小鸡就出来了 这个叫做瘟氧 很简单啊 对不对 我跟你讲比一个例子 什么叫瘟氧 你就抱住那些金丹 慢慢的用温度给它培养 培养成型 抱着那个技能 有一个精神病患 跑到精神医院 精神科医生问他 你有什么病吗 我 我始终认为 那个男生啊 我始终认为我是一只母鸡 我说哇 这个严重啊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你始终感觉自己是一只母鸡啊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呢 那因为先生就讲 因为我家人啊 每一个人都在等我生蛋 原来他是精神病的家族 他自己认为是母鸡 他自己认为是母鸡 全家人都在等他 等快生蛋 温养啊 进到了温养的时候 就是在补能了 母鸡在复旦 补能了 母鸡在复旦 给他温度 让他慢慢才能够 成长成心 这时候啊 会长出 密在密教里面啊 就讲 长出另一个自己 就是洗金刚里面的放生 你自己就是洗金刚 另外还有一个洗金刚 你自己也是洗金刚 你身上那个洗金刚 是什么洗金刚 就是叫做放生 今天的这个蛋 在你的身 金刚啊 在你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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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浮出来的 你自己也是洗金刚 这是另外一个你 这是另外一个你 就是另外的一个你 在里面 你就是另外的一个你 也就是智慧本尊 你就是本尊 另外还有一个本尊 你胡吃多少蛋 就是你的身外化身 在道家讲身外化身啊 密教也讲身外化身啊 这温养丸啊 就叫做沐浴啊 什么叫沐浴 西空中的天跟你完全合一 你永远沐浴在这个佛光之中 就叫沐浴啊 你完全虚空中的本尊 跟你的本 你自己 跟你身上的这个金刚的本尊 合一啊 你金刚不只是一粒啊 浮出一个 就是一个化身 浮出两个 就是两个化身 浮出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化身啊 这个叫做沐浴 也就是金丹舍利已成 蒸汽已结 沐浴全身 死之啊 毫无尘埃 一切污染全部沐浴清净 重点在全身放空 和着即使起来 沐浴的 一切也怎么啊 沐浴 沐浴啊 就是你的身体不见了 就是你的身体不见了 沐浴啊 智慧本身也不见了 阿弥陀佛